欢迎回来 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呢 在最近啊 在指数的部分显得相对淡定 个别股呢 其实表现差异比较大了 那有一些个别股是持续的有买盘进入 股价其实就从K线图来看 是持续往上走的 那其实头正很好奇 就是后续是不是在整个盘面上 还是一样有可以做多的标的 同样也有可以放空的标的呢 现在刚好是多空在一线间 这个要跟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我们来看看指数 那么我们不能否认就是说 像美国股市现在最大的盲点是 他之前我之前跟大家讲 美国股市创新高是没什么量的 不过现在的美国股市 不是创新高没什么量的问题 是完全量能的萎缩 这个最近美国股市量缩得很扯 那么在前几天还出现这个 这个道琼混质还出现 平常量的一半而已 所以你看呢 昨天的如果你有看到外资的报告 华尔街报导这个美国股市的话 你就觉得它创新高没有错 它是叫做交易清淡 那个量缩得很凶 量缩得非常凶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现在 其实这股市也有一些盲点在了 那我们先从台湾的技术面的盲点 来跟大家做分析 你看这是我前几天 去跟大家讲的这条线 大概是9150这附近 就是9150 因为从这个上面开始 你这一块都是很大的套牢卖压 都是很大的套牢卖压 你要大家注意到这个套牢卖压的话 你要化解并不容易 因为台湾 本来就稍微有点这个 先天失调 后天不足的那个状况 那么全世界都在做很大的动作 那么全世界的量化宽松 或者说宽松政策 降息 到底能不能有很大的反应的话呢 是从今年以来到这个年底就差一个月 选举完就只有一个月之后 就要来到新的一年了 那台北股市现在这边 这边当啊当 那我说过 来到这个套牢卖压 以及未来几天当中 没有人家选举 对我来讲的话是 是大家是稍微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因为变数还蛮多的 不只是台股 全世界股市走到这里变数 也变得慢慢增加 你如果一直靠那个宽松政策的话 实际上很多问题是没有办法做解决的 那么现在大家最流行讲的一句话 就叫做嘎空 就叫做嘎空 嘎空当然就分嘎空单 嘎空手这个叫嘎空 但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我觉得下半周啊 那么压力会非常大 姑且我们现在 我们先来做一个分开说 你不要去想这个 这个未来是怎么样 选举之前 选举之前 如果真的拉抬的话 选后真的会涨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因为你已经拉上来了 照理说这个行情最好的方式是 这里是大不拉回 选后那么走出利空 可是目前你就知道这个利空出境的话 那股市也太敏感了吧 这马上就知道选举谁胜选 那么照理说是这个架构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来到这个套牢 这个 这个很 同学们这是大半年 你看这一个月 从这几个月 好几个月的套牢 套牢区 你要回到这里 而且台湾股市 我觉得也跟大家讲说 当时你自己想看看啦 我们台湾股市有三十年 有三十年的历史 已经三十年了 就说比较热 比较这个交易比较热络了 民国七十几年 七十五六年开始到现在 交易比较热络 不过这三十年来的历史 那这三十年来历史也只有三次上万点 有三次上万点 所以当时候的基本面比现在好过千百倍 当时候的成交量 不是用百来计算 是用千来计算的 两千多亿三千多亿都有 现在都是要几百亿几百亿 所以你从量跟价的结构来讲 台北股市你真的要来到万点并不容易 所以来到这里的套牢卖压 那就是已经很接近万点了 我们说到九千五千 这一万点你差多少 差多少 几百点而已 所以来到这个套牢卖压 据我会有变成 第一个你要长期在这边整理 再供一波 那有可能 或者说来到这里会大幅再回撤 让它回撤深一点的话 未来再来挑战高点的话 你的空间才会大 我想这样的规划比较合理的 所以我认为明天开始 又要回到传产的身上 因为中国大陆降息 它的惯性不会只降一次 也不会降一次就停下来 因为它空间大 单单它的存款准备率 就在二十几%以上了 现在一般的正常国家 都是两%三%而已 一%两%而已 哪有二十几%的存款准备率 所以它降息的空间很大 所以据来 这个未来的这一段过程 因为中国大陆的创业版 这个电子股这一块 去年早就写下历史新高了 唯一没有动的就是内需 而且也是内需的拖垮了 这个中国大陆的经济 所以中国大陆最近加把劲在内需这一块 所以我认为我们跟它联动性最高 甚至国际股市跟它联动性最高的话 包括这个人民币的升扁问题 所以我认为 换多传产啊 这个机会还比较大一点 至少你在这边混 你选择比较直优的传产 机会较大 而且明天开始你要注意电子 我昨天漏掉 因为MCI这个今天 今天的最后收盘 所以这个明天才正式进入 这个选举前的下半周 选举前的下半周 大家一定要了解 那么我认为跟大家讲 比较偏向于多方 多方的这个传产 那指数的大头部啊 在这个地方绕啊绕 那我昨天就跟大家讲 现在最好的状况 就是这边整理整理 整理之后 你整理的时间长一点 你还有机会上去 不然的话 这整个压力啊会浮出 然后你用时间坡的切割来看的话 这个时间谈到这里差不多了 刚好这跌生的谈到这里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你看这个是经过大 四到五个月的时间 这两个月谈上 以时间来讲也接近尾声 以时间来讲也接近尾声 顶多在那边绕啊绕 所以啊 这个地方我们是看多传产 电子建议投资们稍微保守一点 不要被迷惑了 不要被迷惑了 我知道这时候跟你讲说 这个要保守啊 大家会比较奇怪一点 大家认为说这怎么可能呢 但是我们还是要讲我们的 这个对于指数的看法 你自己看到那些内容 你看那个 这个很多就算1795的美食涨上来 可是生技股很多都也不太对劲 他不是所谓大家 跟以前的生技股就全门大涨有关系 就那么一档两档 所以现在指数正在撑最后的关头的 一档两档的概念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国际股市的这个相对应的内容 哪些 有没有出现什么样的异样变化 第一个我们特别要刚才跟大家讲说美国股市啊 最近量缩的更扯 量缩的更扯 那么美国还在乒乓爆 听说现在有气候有点回暖 回暖的时候这个是两极化 你要担心那个水 那个冰融化掉 怕造成水灾 那全世界现在最严重是水的问题 水的问题 全世界现在最严重是水的问题 台湾的水资源水的用水可能已经开始 因为选举之前大家比较不敢讲了 已经有些地方在准备要限水了 尤其这会不会影响科技股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呢 全世界联合国的报告也出来了 巴西啊那个因为温室效应的关系 缺水也缺得很严重 所以那个玉米这一块啊 能说黄小玉大家不要听过来 玉米这一块的话可能会有那种产量不足 减产到这个五成以上接近七成 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我们再来看看 道琼这个 这几乎是平盘嘛 那纳斯达克啊 纳斯达克有涨 涨的就是这个 纳斯达克里面包含生技股嘛 那纳斯达克涨的是这个 所以是这个再涨 还有苹果涨个2%左右 是这两个再涨 那肺瓣呢 肺瓣涨的是什么 是美光 大概是这样的 其他的鲁宾肯呢 从12块跌到4块 那到反弹那都很正常 还有英特尔啦 英特尔也在小涨 创这个新高啦 那其他的变化都不大 变化都不大 那要留意的是 昨天美国公债直立率跌破2.3 跌破了2.3 这个不能跌破2 因为最近大家都跑去买公债了 如果美元啊 美元在这个高档一直升值的话呢 资金一直跑到美国公债 这个好像也不太对 美国一旦拉回的话 当然跑到美国公债还有一段时间啦 因为这个还有一个关键点 二要破嘛 不过也蛮接近 你说在美国股市 美元升值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 资金呢 有跑到股市去 也有跑到公债去 刚好这个画面刚刚好 资金呢 这美元升值有跑到股市去 可是也有一大部分跑到这个美债去 这会是隐约的避险的作用 大家都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事实上 其他部分都变化不大 其他部分都变化不大 就是在这边僵持在这边 那美国股市的内容也是很有趣 就是说大概就是 就是这个苹果在涨 大概苹果就涨1.8%左右啦 这是1.8%左右 然后呢昨天3D列印涨 所以今天还看到那个冲钛 那个都是跌升的 时微就涨上来 昨天的3D列印 这个是跌很深的反弹 也都跌很深的 那这个其他的 还有美光 美光昨天我们今天点了一个 美光昨天是创新高的 可是我们就要看看 华雅客未来的一个走势 华雅客未来 我们现在把这个电子股啊 你不管 投资票你自己想想看 用一个最简单的 你不要问我 你自己想一看 你看你套牢的电子股 在9月份 10月份套牢这个电子股啊 有没有解套了 你只要 只要你自己想到这句话就好了 谈了 谈上来了 你有没有解套 甚至有些股票距离的 你买的位置都很 都还很远 其实你也不见得买在最高一点 可是啊 9000都已经看到9200附近了 你股票解套了 解套了吗 就只有特定的台积电 那些在拉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目前盘面上 还没有想象那么好 一群选举到了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那中国股市 当然就比较强了 中国股市 我们这段时间也是 也是大力的在研究 这个中国股市了 还有很多啦 还有很多 都不会只有这些啦 可是我跟大家讲 人民银行降雨 大陆股市大涨内需啦 但创业板看起来就还好而已 就属于电子股这一块都还好啊 那这个 这就我跟大家讲 这中国大陆现在正在 涨它的内需股的一个题材的话 投资朋友反而 他要留意一下 这整体的结构 会不会在选举 我认为选举的啊 不是指数的问题 是结构的转换问题 所以如果选举之后 是传产金融拉上来的话 那电子股就比较吃亏了 那现在现在这几天 拉的这小型电子股 就有一点想要 就是说跌升反弹 感到这个压力啊 想要这个 落跑的一个现象 很容易去观察到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些 那么这个详细的 这个指数这一块 我们要请那个新闻 再跟我们报告一下 好先来看到 齐游市场最后的收盘情形了 在台子期的部分 最后输在了9107 下跌了23点点 跌幅是来到0.25个百分点 所以比较弱的电子期 今天是反而走强的 在今天最后的涨幅 是来到了0.11个百分点 而至于在金融期的一个部分 跌的比较深一些 最后的跌幅 是接近了0.7个百分点 这是期货市场 最后的一个收盘情形 提供给大家一起来做个参考 虽然说电子期 在今天是逆势修红的 但是刚刚邱老师 还是认为说 短线上 电子股股真的投资 要提高警觉对不对 对我觉得 大家说要提高警觉啊 我们还是再从这个指数 来跟大家分析 大家要抽空 因为这段时间 我个人认为 就是 因为这个 前段 礼拜一那一天 我比较忙 因为礼拜六 礼拜天去演讲 实际上我的资料 早上四五点都做好 因为我另外做了资料 然后就把它贴到 脸书上去 所以礼拜一忘了贴 到了8点9点的时候 我最大的粉丝 就是内人 那时候我来上这个通告之后 老公啊 你那个脸书好像忘了贴 对 我那时候大概 上网这个8点到9点 这个8点向前冲 才把它贴上去 他是我最大的粉丝 好 那来看一下 这个跟大家提一下 那么一样 我今天又回复正常了 这个 过去这一个月大概两次 一个是因为家里有事 这个没有贴 那一天真的是没有时间贴 那一次就是昨天 稍微晚一点贴 那现在又回复正常了 不管怎么样 股票市场上是长长久久的 老主兵 我也是一句 不是今天起来就这样 就变得很好 明天就变得很差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股票市场它是有观念的 所以这里也牵涉到金融市场上的变化 就好像说大家并不了解 美国有一种指数 叫乐观指数 它已经达到顶点了 达到顶点就没有路可以走了 通常达到顶点的乐观指数 未来三到四周美国股市就会出现变化 这也很合理的推论 三到四周过后一个月就过了 一个月就变成元月效应的行情 今年如果这个 因为今年的这个 其实这些股市曾经出现大幅下沙过 跌过一成 所以今年 明年元月份效应 元月效应就很重要 元月效应就很重要 这个元月效应到底是不是真的还假的 因为今年就没有元月效应了 就是十一个月前没有元月效应 因为美国出现冰封爆 GDP快速急降 就没有元月效应了 那今年 这个明年有没有元月效应呢 未来几周当中 因为美国的乐观指数达到顶点 估计大概三四周之后 国际股市就会出现变化了 太乐观了 因为当年的这个金融崩暴 或者说当年的这个什么 网路泡沫 都是这种情况 会不会再重演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 电子股的压力会比较重一点 因为之前跌很深 它一定会反弹 可是一样就好像我跟大家讲 这个东西啊 跌很深一定会反弹 技术面就是这样 它跌很深一定会反弹 反弹到这里你怎么做 反弹到重要的点你怎么做 这是很合理的推论 这一块是这么大的头部 有量的头部 那你反弹到这里你怎么做 所以我说一样啊 我们在多方子不要看重 因为接下来的时间 有往上的机会 产产或者甚至一些部分的金融 是占很重要的角色 不然开发金不会 开发金啊 不会突然间实施二十万张的库长股 大家留意一下 开发金是以前台湾 这个开发金公司 台湾以前最有名的股市的作手 都知道这个大家应该 如果你是十几年以上 以前那个刘掌柜 大家知道 台湾的股市都跟他息息相关了 以前叫开发 现在叫开发金 那为什么这 昨天我看到他说要宣布 十十二十万张的库长股 我心里就觉得说 这个电子产业 大家真的要小心一点 有空啊 每天回复正常 我们希望你来看看我们的脸书 来了解国际股市的变化 我们再讲一遍 再跟大家说一遍 你看这个 这么大的头部 一跌身他会谈 谈到这个点 他就会有一些情况在这边 这是加钱指数 一样啊 股票跌 你看这里破 这里破 破了之后他跌 跌破之后他会反弹 所以来到附近本来就是个空点 这个叫敦泰 基本上他的产业结构是很不好的 他的产业结构 那昨天涨领满 就觉得老师你看说不错 因为他跌 他一定会谈到这个位置 再来一次 正常的都是这样 这个地方跌很深 他谈没有谈多少 因为他真的是基本上有利空 所以注意这种股票 那么没有什么可以做多的 我是认为 待会我再跟大家讲 我们有其他股票 要留意一下 这可以做多的 你看这个 这个本来 他的基本面就是这样子 现在又来到这一个区块了 那投资朋友 你也许这一段你没有做到 我这样讲 也许你这段没有做多到 但是这一段是我们放空的 大家都应该知道 这个地方是我们空下来的 但是回补在这个地方了 那这个就叫震荡 没有做到没有关系 那如果 投资朋友 如果你在一百二十块 放空的话 来照到这里 这个是一百二十二 一百二十三块半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你不空单的话 你的停损是三块半 破了就不要 就给他了 破了就给他了 至少你的空间 因为这个算是 还算有题材 但是有题材 没有基本面 有题材的股票 他是属于没有基本面 但是有题材 基本面你只能说 他转机而已 一个转机的股票 能够拿一百多块 的话 至少他今年还是赔钱的 而且还 只是说第三季小亏 变成小亏而已 那未来会不会赚钱 还是个未知数 我这样讲 因为他是因为苹果 那现在有些报告 包括巴克来 或者说这个凯基证件 一些报告 比如说明年的第一季 苹果 iPhone 6 这个销售 就告一个段落了 那明年第一季呢 那就跟他 就说明年 这个情况 是不是因为长期 基本变不好嘛 明年第一季真的 会比较好吗 会赚到钱吗 这不知道 所以你股价的观念 我们当时候在 这两个位置空的 那你可以长期性 来接近这个地方 然后停损 守这一个点 这个就比较好做了嘛 做不一样 不管你做多做空 你本来就这样 有停损的观念 像这个也是 两天前说利多 现在说风险大增 两天前说利多 轻两支 两支 爆大量没有高点 所以如果他一旦 这个点不能破 这个破的话呢 两天前是利多 两天后说利空了啦 这个也是很奇怪的 一个 还有一样 还有一样是 苹果概念股 不是一家吗 你看我说过 跌破震荡 来到这个附近 你看现在就长不上去了 就长不上去了 就现在就长不上去了 新巨科 昨天更扯 今天杀到盘销 来不及印了 这个来不及印 这个第三季 就亏了一块半了 你说我不知道他 你打算让他长到哪里 第三季就亏了一块半 莫名其妙就亏了一块半了 大家都说那瓶盖轨 光学约考 应该第三季 大家都大好了 结果他还亏了 K准更严重 所以来到这里 本来就准备空了 这个 昨天还长 差点涨停 今天几乎都吐回去了 今天都吐回去了 那一样这也是 这个都有疑虑的股票 是不是来到这里 你不用追空 你来到这里 空股票就这样 这个破了 有没有 来到这个点附近 有没有 这个破了 来到这个点附近 你不要去故意去 刻意去追空就可以了 像这个也是啊 连续大跌两三天之后 直接稍微弹上尾盘 还是压回的 因为我们这个 都有疑虑的 这个都有疑虑的 那么我们看多的股票 像这个车盖股的话 是基本上 这基本上 不会也要连手停损 停利点 还有这个 我非常看好这种股票 这个叫水资源 全球水资源 是大缺的 台湾可能遇到 十年来最大的 这个缺水的 缺水的 所以我们做多船长 就是这种股票 它的名字叫千付 这种股票 那么其他的内容 就觉得这两天 开始会出现变化 合作朋友 如果你真的不会操作的话 就赶快跟我们做一个联络 好 邦超老师补充一下 我们来看到 8383的千付 在今天呢 是成功上涨的过程当中 成功站上了基金线的位置 而且如果是我们再 从法人的筹码来看 就可以发现 投信已经是连三天 都站在了买方咯 因此后续到底 能不能持续的上工 那后续还有哪些多方标的 您同一时间 准时与您再会